HELLO 我是烏龜 这次的部落联赛我带上了石头 再加上超级弓箭手打了整整七天 打好打满 结果我的成绩是四个三星 还有三个两星 这应该至少有几格以上的成绩了吧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这四场 我带上了石头再加上超级弓箭手的联赛三星进攻 我带的部队配置是一颗石头 再加上大约十只超级弓箭手 再搭配一点点的超级法师 这场进攻我在靠近十点中的地方 先下了一组雷龙球 希望让这只雷龙来把靠近十点跟九点外侧的建筑清掉 这样子我从十点跟十一点中间这里进场的天女就会往上走了 现在雷龙帮忙把十点外侧这边的将农炮打掉 哇连旁边的箭台也打掉了 这样确定我的女王会往上走 我一看到女王往上走了 就赶紧在十二点的地方下了石头还有工程车 一点的外侧是下了蛮王 还有超级法师和超级弓箭手来帮忙断边 工程车不能进场太晚 如果开墙来不及的话 我的超级法师再加上超级弓箭手 就会整批走歪掉了 现在我下了狂暴 给我的超级弓箭手还有女王 在这边因为天女甩尾 后面的天使会被对方的投石机给打到 所以我下了冰洞在对方投石机的身上 但是这里我开了无敌之后 我还是再丢了一关冰洞 这边实在是太紧张了 这一关冰洞应该是可以省下来的 因为我的部队是无敌的 应该不怕对方的投石机 我的蛮王走到了三点外侧了之后阵亡了 我从两点的地方下了小王进场 帮忙把三点内侧的单体火塔给打掉 刚刚我有蛮多只的超级法师 都绕到了阵型外侧去了 有点可惜 现在小王走到了大本营的面前 那我的主力部队超级弓箭手 也处理掉了对方的援军 走到大本营这里来了 这里连续的用冰洞法术来保护我的部队 帮忙把对方的大本营给解决掉 但是小王没有办法活下来 哇好可惜 我的天使换手 现在正在帮大守护者补血 但是这样子好像有点不太妙 哇现在害天使被这座多体火塔给烧到了 赶快大守护者离开现场 把天使也一起带走吧 大守护者走掉了 但是天使又换手了 他现在跑去帮一个正在卡墙的超级弓箭手补血 这样子不行啊 我的天使会死掉 我最后决定在这边丢一关隐形法术 让我的天使活下来 这只超级弓箭手打掉了他原本的目标法师塔 把我的天使带离现场了 哇这个运气你看看是不是太好了 这个隐形法术下的时机真的是刚刚好 让我的天使最后能够活下来 跟着我的女王大守护者 跟这些超级弓箭手一起收尾拿下三星 我的女王技能还没有用掉 面对对方这个单体火塔没有问题 把他给处理掉 只剩下一个多体火塔了 我的女王这时候很聪明的 从外侧走过来 帮忙把这个火塔给打掉 拿下了三星 我们来看看下一场进攻 接下来的这场进攻 比较像是我平常在带的部队配置 因为我是带了一组宝宝龙球 而不是带雷龙 上一场看到了雷龙 是因为我观察到阵型有反空盲区 感觉是还蛮适合雷龙来帮忙断边的 这场我在靠近12点的外侧这边 形容了法师来稍微断个边 然后11点的地方下出了这组宝宝龙球 继续帮忙断掉11点外侧的建筑物 女王则是下在宝宝龙球的稍微靠左手边一点 我希望我的女王是往9点的方向走过去 现在女王贴墙打掉了加农炮之后 不知道会往哪边走呢 左边的剑塔好像近一点的样子 好 他往左边的剑塔走过来了 这边下了一罐狂暴给他 然后我在大约9点跟10点外侧的地方 下了石头还有工程车进来 然后9点外侧下了蛮王开始断边 现在在工程车的后方下了一整排的超级弓箭手 还有几只超级法师 主力部队跟天女会合的时机还不错 但是9点内侧的这个单体火塔 我没有注意到他刚刚把我的石头给烧爆了之后 竟然是跑去烧我的工程车了 所以我进场的大守护者来不及开无敌 来保护我的工程车 车子很快的就爆开解体了 现在对方援军引出来 我看到了超级亡灵 所以在这边丢了毒药还有冰冻法术 等到我的主力部队卡墙的时候 开了大守护者的无敌保护他们 等到我的主力部队走到阵型最中间的时候 旁边会有投石机对我的超级弓箭手来说是巨大的威胁 所以我下了冰冻法术来动住旁边的投石机 小王现在是从大约7点的方向要进场来处理对方的大本营 因为我的蛮王是绕到了阵型外侧去 没有人来打大本营了 现在我把刚刚所说的这个对我的弓箭手来说 很有威胁的投石机给打掉了 然后小王进场之后把大本营给处理掉了 手上还有剩下一罐冰冻跟一罐隐形法术 在我的超级弓箭手被对方的多体火塔粘到的时候 我是丢了一罐隐形法术来保护他们 哇 结果这个多体火塔还是继续的在烧我的超级弓箭手 我被迫把最后这罐冰冻也绞出去了 把这个多体火塔给动起来 务必要让我的超级弓箭手活下来才行 现在在场上的四只英雄小王是已经阵亡了 还剩下三只英雄活下来 蛮王在处理外侧的建筑旁边是有跟着法师与超级法师的 但是12点内侧的这座单体火塔看起来太可怕了 他把我的大守护者也烧死了 这些超级弓箭手会不会很聪明的跑去打他呢 没有 超级弓箭手也往旁边绕出去了 这样子女王也被烧死了之后只剩下蛮王了 蛮王扛着这个单体火塔来得及把他给砍掉吗 来不及 但是我的超级弓箭手站在后排偷偷的射箭 把这个单体火塔带走了 oh yeah 我又拿了三星 来看看下一场进攻 接下来这场面对的这个阵型 诶 我记得好像有在XBB的影片当中有看到过哦 我在靠近一点外侧的地方下了一组宝宝龙球 在这里要帮天女断边 我打算让天女是从一点跟两点的中间进场 那因为在他的左手边已经断边了 所以我是希望女王往右手边走的 哇 这边没有断得很干净 但是还好他的内侧建筑不多 现在我在三点外侧这边是下了石头 还有蛮王以及超级法师跟弓箭手来帮忙断边 然后在两点的地方开了工程车进来 这里蛮王赶快开技能 要把外侧建筑清掉 这样我从两点这里下进来的主力部队才不会走歪 会跟着我的工程车 还有女王一起从这个缺口走进来 这里吓了一罐狂暴 把里面的这座投石机打掉 然后我的工程车已经开到目的地了 在这里我压了一罐狂暴 因为我的工程车里面装着的是雪怪 狂暴的小雪怪瞬间的爆本 然后这里开了无敌 旁边有一座多体火塔 我赶快用冰洞来动住这个多体火塔 因为如果我的超级弓箭手没有天使在帮他们补血的话 是很有可能被对方的多体火塔给烧死的 现在阵型中间的天鹰火炮 被我的大守护者和超级弓箭手隔墙打掉了 然后小王是从大约5点钟的方向进场 对方的援军引出来 我在这里没有看清楚 我还以为是好多只的杀手跑过来了 所以我丢了一罐隐形法术想要保护我的英雄 结果这个隐形好像是浪败掉了 接下来手上只剩下满满的冰洞法术 我决定要用来保护我的小王 让他能拆多少就拆多少 眼前还有对方的法师塔火箭炸弹塔火塔 以及对方的女王 这几罐冰洞可以说是用得非常的奢侈 一罐接着一罐的把他的女王还有火塔都动起来 结果对方的城堡援军是没有引干净的 我看到又跳出了杀手还有超级亡灵了 所以我赶紧把最后罐冰洞是动住了对方的亡灵还有女王 让我的女王走过来之后有机会开技能 把他们全部都处理掉 而小王走到了靠近9点外侧的地方已经阵亡了 但是没有关系他真的已经很尽力了 帮忙打掉了很多很多的防御建筑了 现在来看看在阵型比较靠近内侧的是女王 后面还跟上了天使 而在外侧是有几只超级弓箭手 帮忙把外围的一些电塔全部都处理掉了 对方在12点内侧了这座多体火塔 把我的女王给带走了 但是没有关系 还有一些超级弓箭手在外侧 他们走得过来帮忙把最后这个火塔给打掉 拿下了三星 哇又是超级弓箭手打掉最后一个火塔 拿下三星 我们来看看下一场进攻 最后这场进攻 对方在12点外侧 只有一座箭塔而已 所以我在这边下了一组宝宝龙球 来帮忙清掉12点外侧的建筑物 而他在9点中这边是有两座投石机跟天鹰火炮的 所以我打算从9点这边来打进去 先把这些对我的超级弓箭手来说 非常有威胁的群伤防御箭主打掉 哇他的12点外侧还真的只有这座火箭而已 这座箭塔而已 所以我好像是用一组雷龙球也蛮适合的对不对 现在我在11点外侧的地方下了天女进场 然后宝宝龙的确是帮忙把旁边的东西都几乎打完了 现在来看看女王应该不会走歪吧 打掉了这个法师塔 接着是打箭塔 然后贴墙打掉了投石机之后 他是会往左边打火箭还是右边打破机炮呢 哇是往左边走了 这样我赶紧再靠近89点的这一侧下了石头还有蛮王来帮忙断边 工程车是从9点外侧的地方开进来 天女也慢慢的靠近9点中的这一侧了 我的主力部队就是在9点跟10点的这个位置下了一整排的超级弓箭手 还有几只超级法师之后跟上了大守护者 而9点内侧的这座火塔是多体火塔 虽然烧不死我的石头跟工程车 但是他会烧到我的超级弓箭手 再加上后面还有投石机 所以在这边赶快下了一关冰冻 动住对方的多体火塔还有投石机 然后压一罐狂暴给我的部队 这个时候开了无敌 因为我看到投石机好像要砸到我的主力部队头上了 这里我的工程车因为吃到了无敌的关系 所以继续往前开 对方的援军引出来 我看到有杀手我在这边赶快下了一罐冰冻 我实在是很害怕杀手来打我的英雄啊 蛮王现在是开了技能 已经走到了靠近6点钟的外侧来了 我在靠近大约7点外侧的地方下了小王进来 他的目标是要打爆对方的大本营 现在被对方的单体火塔给粘到了 这里我有看到 所以我赶快下了一罐冰冻来救我的小王 好 让他把这个多体火塔给拆掉之后 有机会来打大本营了 这边应该没问题吧 我冰冻继续的下 小王就可以把大本营给拆掉了 手上还有剩下最后一罐冰冻 这边的多体火塔 我打算用冰冻再救一次我的小王 没有救到啊 没关系 没关系 算了 算了 反正对方剩下的防御建筑不多了 我的天使还活着 并且还有超级弓箭手跟女王在 这个比较重要 手上还有剩下一罐隐形法术 等一下应该可以用来 面对对方的炸弹塔 还有单体火塔的地方 而且女王的技能都还在呢 现在剩下的这些部队几乎全部都走在一起 这样子我的这罐隐形法术丢下去之后 可以同时保护到我的两只英雄 还有超级弓箭手 把里面的火塔也带走了 耶 又拿下了三星啊 真的是太过瘾了 以上就是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机场 我在部落联赛当中带上了石头 还有超级弓箭手所打出来的 运气流三星进攻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